糯米鸡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今天来到般若的藏龙 这里有一家糯米鸡私房菜 究竟这只鸡和那只鸡有没有不同呢? 我们去看看它 就是这间饭店,装修非常不错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糯米鸡 8分钟开锅 哇,好香啊! 里面是五指木头鸡汤底 碟糖又浓郁又鲜甜 怎么都要喝几碗? 上面有荷叶糯米饭 还有农家养殖走地鸡 糯米饭和鸡一起吃 这些就叫糯米鸡 口齿留香糯米鸡 这个餐还包到四个炒位和免费停车 这么特别的餐,不要错过了 倒下落单吧 这里的石锅包汁黑豆腐和冰淇淋都超好吃 吃完鸡肉当然要吃鸡肉 这里还归出了一个番鸡套餐 这里有刷羹羹的番鸡 还有这么多东西 来到粉,要试一下 娃姐,这边呢? 有叫我来欢迎吃什么东西? 自己看 哇,桑拿鸡 这个不是桑拿鸡 这个是桑拿鸡的做法 但是上面是鸡 这里是糯米 这个是糯米 里面呢? 里面是鸡骨 煮的五指毛桃汤 这个就叫做糯米鸡 太香了 多少钱呢? 这个早餐很便宜 168元 有鸡吃,有糯米饭吃 还有鸡汤 还有很大股荷叶的味道 原来 对,下面用荷叶煎做 很香的就是荷香味 超棒的 你不如有这么多东西吃 我们去看看 你真是看鸡皮 你就知道你的味道 不是,鸡起了 爽的 鸡皮是非天鸡 大话的 吃吧 好了,可以吃吧 每块都不给我 你拿吧 有没有 有没有